繼續來關心車禍的消息 日前在行業四路跟南京路口 發生機車和汽車採用事故 汽車技術六十多歲的流行 在車禍發生後當中 躲在路上失去議事 日期小豐救接的通報後 隨著派遣救給人車 全都救完 現場車禍原因由健康調查檔中 日期小豐救人車到當時 一名流行機車騎手躲在路上 在旁邊還有一些民眾在機會交通 結果另外一時只能查看最新車的狀況 現場為汽車發生車禍 救人員到達時 傷者唯一名富人機車女騎士 評估後意識不清對他沒有反應 懷疑警署會有問題 所以基於警署查被罵不定 因為他口鼻有流血 我們基於清理傷口罩支協後 日期送往三馬雁座 作為救人員 今天了解這名富人當時 經過興隱世路跟南京路口 但不知道什麼原因 跟橋車發生撤隆 做生意當中的車車 失去議事 合格在現場歷史民眾在協助送他 只沒有讓富人做生理出生海 感謝其送給予好民眾 騎車也就是開車 保持風險家屬 就可以補充自身 給他人生命再三人轉 所以是不是就要面對其他人 補充 再講吃喝玩樂 探索世界 您準備好了嗎 旺TV YouTube 頻道 帶您網路漫遊 深入嘉義 最在地的美食 最及時的新聞 最感動人心的故事 只要滑動手指 全部完整呈現 現在訂閱 還有機會參加我們的抽獎小活動哦 馬上拿起手機 掃 QR 扣 一起加入我們吧 還有,到達到市場 我們會繼續發展 下次見 下次再見